大家好,我是Skyler 今天的影片我要带大家吃的美食呢 是兰州拉面 但是呢,在放兰州拉面的影片之前呢 我先要给大家呢 安利一个up 这个up呢,就是一个和旅行有关的 众所周知我很喜欢旅行 但是今年我是不去旅行了 不过最近呢,因为我在给我的小孩查机票 为什么我在给我小孩查机票呢 因为到了年底圣诞假的时候的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婆婆 就叫他们要回中国去 所以我在给他们查机票 然后呢,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一个trip 实际上这个trip呢 后来我看了一下 它是我们中国那个鞋城的一个国际版本 我说我很熟悉啊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就用的这个鞋城 就是中国版的那个国内版的鞋城 因为鞋城就很方便嘛 所以我就把它下载这个trip 然后进去之后我就发现 这个trip其实非常的完善 它呢,有200多万条的这个航线 就大平台的每个平台的航线都有 然后无论是你在马来西亚国内飞 还是你国外哪一个城市飞 它全部都有航班的 而且除了这个飞机票呢 它什么火车票啦 酒店啦等等等等 全部都可以定 就是说你下了一个up之后呢 你就所有的如果你出去出行 你这个up就全部涵盖了 你不用再去下这样一个 左一个右一个软件 搞到手机上有的时候还会比较慢 另外一个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什么呢 就是它的客服是24小时在线了 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订机票也好 订酒店也好 就最怕你找不到人 这个话怎么说呢 就有时候特别你到了国外 异国他乡 比如你带着小孩子出去玩 一会儿你带着老人出去玩 突然比如说航班延迟了 我要重新订 或者我要突然回家 一会儿酒店的房间出现什么问题了 我找不到人怎么办 但是它有24小时的服务 你打电话马上就有支援 这个就很好 对这个比较实用 对对对你不会出现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在查票的时候呢 因为我查票我肯定不能只看这个up嘛 我就对比其他的 我发现这个trip呢 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优惠活动挺多的 特别是因为我是刚刚注册的 我也是刚注册 然后呢它有一个针对这个新客人 叫做新客利检活动 就你新注册的一个 它会给你一个40码币的这个优惠券 这个优惠券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机票的 你知道吗 然后正好就正合我意了 所以就我准备 除了我的之外 我还用蓝胖子的手机 和她的账号再下载一个 然后Tina再下载一个 正好我们家三个小孩 三张机票各省40块钱 这个超赛 大家呢要抓进去领取 因为它这40块钱 你知道它不仅针对的是正常航班 就是哪怕你是特价的航班 你也可以用这40块钱 所以我决定要撸一下它这个羊毛 你也太狠点了 这个撸成白虎了 说这个 然后呢我现在教大家一下 如何下载和如何领这个游会券 因为我手机已经打开了 因为我是安卓机 所以我安卓机的手机软件商店 是在这个位置 打开它呢 你看Trip就在这个位置 可能它因为现在在推广 所以打开它就会有 然后我点击 因为我已经下载了 所以我只要打开就行 你们就需要安装一下 然后我打开它 然后进入到这一个软件 我要怎样去操作呢 下面这个account这边呢 大家点开 右下角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account 我们点开 然后再点这个位置 有一个设置 你呢就把你的这个语言 国家货币设置一下 语言呢你用英文就 国家英文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用 我就选马来西亚 然后货币我肯定就是选令吉 就这三个 你先把它设置好 OK我们的优惠券在哪里领呢 就是这个位置 有个promo codes这里 你点开它 然后so easy的呀 你就在这里输入 然后我们的优惠券代码是什么呢 这样子 my 然后40 OK点add 看一下 然后你看我这就有一个 RIM40的这个优惠券了 你要用的时候 你就点Use no就行了 OK 然后它在哪个位置 你看这里就显示一个1了 OK 超赞 我看你这就有一个优惠券 我看你这就有一个优惠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长时间了 一直来吃的一家 因为我在吉隆坡吃了那么多间的兰州拉面 我个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是最喜欢这一家的 因为他们家不仅是拉面烤吃 主要是它的烤串特别的正宗 并且我们家兰胖子最喜欢吃的还有他们家的葱花饼 我今天都一一叫了 待会都一一吃给大家 相比起川菜来说 其实我是更爱吃兰州拉面的 因为我本来在中国的时候就爱吃兰州拉面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我办公室楼底就有一家兰州拉面 那个就是我和兰胖子基本上是我们俩订点餐厅 工作餐 工作餐 有时候晚上下班晚了 不愿意回家吃饭 我们俩就在办公室楼底那个兰州拉面吃 对吧 对 那家印象特别深刻 我记得我们就是离开中国 带着双胞胎离开中国 就是要来马来西亚的头一天 那天晚上是下雪的 我们就没回家 因为从办公室走比较方便嘛 我们那天晚上住在办公室的 我们就是带着双胞胎去吃了那家的兰州拉面 印象非常深 然后我们就2018年底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来吉隆坡了 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 不是像之前那样 每个月就是这个月回去 这个月回来 而是长久的定居下来 这家呢 是在什么位置呢 这家是在这个哈什马斯商品站上来之后外面的这个位置 有一些美食的地方 然后呢 它是外面的商业街 对 对 对 我们家除了在这里吃兰州拉面呢 还有一家泰家呢 也比较好吃 这间兰州拉面呢 我觉得我们马加勒的中国人好像来的都挺多的 而我周围的朋友也都是跟我同样的想法 觉得这家特别好吃 之前也是一位中国朋友给你介绍的 是 我有一个嫁过来的朋友给我介绍的 就是 但是他也是住在马加勒 他说 他听说我来吃兰州拉面嘛 他就跟我说这一家 我说我离那么近 经常来吃饭我都不知道 因为它其实开的挺拐角的 它是一条路过来拐过来你才能看得到 隐秘的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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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所以说隐秘的小吃饭 然后话不多说开始吃吧 面条不能放久 放久了就活了 一般呢 我和蓝胖子 我们俩其实是吃一碗面的 因为还要吃这个葱花饼 就以我们俩的饭量 其实是吃不太下这个 另外就是你知道你吃兰州拉面和肉串吧 就一定得吃蒜 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 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而且不是切碎的 是整粒的 这个老板他知道我的习惯 所以我来了之后饭还没上 我也没主动要 他就主动拿了一碟蒜给我 因为你常客嘛 孙二娘一定要吃蒜 我们的烤肉 还有我们的葱花饼上来了 先给大家展示肉串 这个呢 是烤鸡蒸 这个是烤羊肉 它羊肉串真的特别好吃 然后呢 我吃给你们看 它很有我们在青岛撸串的感觉 对对对 就特别正宗 你知道吗 又加上它羊肉特别好 然后呢 它其实 而且量大 就是它这个串的量特别大 就是很饱腹的那种满口货吧 按照我们青岛人讲话 然后它的肉就烤得很巨细 就特别的好吃 超级香 然后你知道其实我们在中国 我不知道别的城市 在我们青岛一般 我们烤鸡类的吃的最多的是什么 是烤鸡翅和烤鸡心 我们很少吃烤鸡蒸的 但是呢 在这边我发现鸡心很少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吃烤鸡蒸 后来我发现其实烤鸡蒸也挺好吃的 另外要推荐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家的葱花饼 真的是一绝 每次来呢 我都要两份 一份呢 在这里吃 另外一份打包回家 第二天中午吃 酥脆酥脆的 这个是南胖鸡 我看见它刚才 它在我对面已经在咽口水了 哈哈哈哈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它这个店门口放了一大 一大捆一大捆的那个大葱 你知道吧 所以它这个葱嘛 它给的料很足 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 葱是很贵的 大葱对吧 就是它这个葱 一定要很多 它的那个香味才能激发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这家的葱 这个叫葱花饼吧 是我吃过最好的 就是他们家用料真的很实在很足 所以超喜欢这家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其实烤鱿鱼也上来了 这个是我们家Tina要的 但是我好像给她要错了 她是要的那个烤大鱿鱼 其实我们来这家吃最多的 就是为了吃这个烤肉串 对 对吧 这烤肉串吧 我觉得最正宗的一点 你知道是什么吧 嗯 它用的这个这个糊条 对吧 对 我们在中国吃这个烤肉串 都是插在这个糊条上面的 就自行吃那个糊条 对 好像你不吃这个不用这个糊条 插在烤肉上吃起来就不正宗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反正有这个你就感觉它是正宗的 虽然插在这个糊条上是非常 怎么讲 不环保的 是吧 哪里不环保了 反复利用 但是因为这个是克罗米的吧 所以说实际上是有污染的 但是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吃的时候就是一直是这样吃 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有糊条的这个烤肉餐 你就会觉得很有家乡感觉 是吧 现在吃啥没污染 吃吧 而且你看这家吧 它的其实 等于就是一个小摊 对吧 大排档 大排档 我觉得这种蓝州拉面和这种小摊 大排档放在一起吧 就特别的正常 以前我们在青岛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中山路去吃那个马加拉面 也是一个小小的门面 门口也是这几个这种木板的桌 小马炸 这里因为没有马炸 我们就坐在小马炸上面 啃着那个吃着蓝州拉面 啃着那个肉夹馍 吃着烤肉 我这种感觉吧 一吃就觉得哎呀 我们中国的很古早 对吧 什么你们青岛 是我们青岛 马加拉面 还是我带你去吃的呢 你压根就不知道好吗 但是你看青岛开了那么多家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蓝州拉面 是属于那种比较 就是普通的 对 就是每个城市都会开 有很多是店面的 店面的有些吃起来吧 就没这种小摊的 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没这种小摊大排档 吃起来的够味 是的 对吧 其实我们刚刚来马来西亚1819年的时候吧 这里的蓝州拉面真的挺爽的 是 这两年好像突然像雨后春春一样了 开着到处走湿了 是 对吧 我觉得最早的时候 我们是吃蓝州拉面 找到一家是在这个不可以饼当那家 就是你换钱的那个位置 对对对对 我们换钱的那家 好像只有那个地方是有的 那时候每次吃蓝州拉面 都要跑到那里去吃啊 对对 我还得求着你去 因为你先车不好停 对对对 那里车本来就难停呗 哈哈哈哈 这里吧 就我现在看好像在满家了 已经开了有两三家了 两三家说是163还要开一家 对对对 像Solo Race开了一家嘛 对吧 这个Hatmas 但是我觉得这家Hatmas 这一家吧 是我们整个中国群里面的 满家的中国群里面 很多中国人都来吃过 他们觉得 他们的吃法跟我差不多都觉得烤肉好吃 是 葱花饼好吃 对吧 蓝州拉面也做的好吃 是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马来西亚 其实大概真的是来了不少这个 回族同胞吧 因为很多我看就是回族同胞过来开的 是 那么开的还是蛮正宗的 所以你看这家很多马来人来吃 对对对对 我就是想讲这个 这家的特色就是马来人特别多 对 还有华人都没有马来人多 然后还有比较多的是好像中东人 反正就是穆斯林吧 对对对 各个地方的穆斯林 对对对对对 中东的穆斯林来这边吃也很多 就是让你感觉就是挺有特色 因为我们中国吧 好像这个蓝州拉面开的内地城市里 基本上是给给中国人开的 内地中国人开的 就是非穆斯林非回族 给汉族开的 但你坐到这个地方你才发现 你原来是坐在一个穆斯林 中东穆斯林和本地的穆斯林的大熔炉里面 来吃这个东西 就非常有趣对吧 其实这个蓝州拉面 就是我是觉得在马来西亚这种国家开 其实它还是很有生存环境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同一组 就是同一个信仰 就是他们的文化相通的 对对对 实际上其实中国的穆斯林来这边 是比较容易生存和落脚的 其实中国很多穆斯林来 以前我们不知道罢了 对希望他们能多开几家 多开几家 喜欢吃 对对对对 这家比较好吃就是我才刚刚说的 这个葱花饼也是我最爱吃的 多春鱼 我不懂这种鱼在马来西亚叫什么 我们叫多春鱼吧 我的理解是因为它的籽特别的多 就里面一整条都是它的籽 所以叫多春鱼 然后这个也是我最爱吃的 我们青岛也是烤这个比较多 没有青岛还有烤一个叫增亮鱼 增亮鱼这里不知道叫什么鱼 那个嚼起来很很费牙的对吧 就是一天一天 那个也超好吃 我好像跟我太太吃这个 吃这个什么烤肉串啊 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对吧 就是咱俩搞对象 我们叫我们中国叫搞对象 就谈恋爱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下馆子吃不起高档的 只能吃这个什么路边摊 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工资三四百块钱 吃这个烤肉已经很不错了好吗 我工资有六百了哈 我开四百五 哎不是咱俩加起来也破签了 那时候也不少啊哈哈哈哈 那时候最爱在那个路边摊菜啊 对哈啤酒摊菜哎呦这个最爽的事情啊 那真的是一个好时光呀 真想退回去 对有时候想想其实真是一种一种回忆了对吧 OK我们这餐吃完了一共是多少钱呢 是一百九十一马币就折合下来人均四十 就是哪怕是这个价格 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很实惠了 很多观众朋友说呃中国餐厅在马来西亚开的话就比较贵 但是我觉得拉兰州拉面真的是比较实惠的 我们这两百块是因为要了很多的东西 像肉串我们要了十多个 然后烤鸡蒸烤鱿鱼饺子 然后拉面葱花饼两份 还有拌黄瓜等等等等这些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其实很多人你看他来的话 他们基本也就叫一个兰州拉面 没错对吧 顶多就是在叫一份肉串 兰州拉面是十四一份 十四一份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一桌的话 你要个两三份那个兰州拉面 他不会超过五十块钱了 对吧 我们家主要是因为我们家能吃 你知道吗 就吃吃就吃多了 然后呢其实他的烤肉串 我就觉得他烤的特别实惠 为什么他是十五块钱三串 就是他是你看他那个量 其实还可以的就是蛮蛮足的 对吧 不是说一串里面都是这些小小的肉 他的肉都蛮大大的 你像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吃烤羊肉串吃的最多了 一个是也是我们中国连锁饭店 我不小心的还有没有 一个是平娃三宝 一个是北疆饭店 对吧 对对对 基本上像这么大的一串的 当他的肉会稍多一点 在那个时候的物价 应该就在十二到十五人民币一串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ok的 就他们家的羊肉串你一定要吃 因为是货真价实的 对他烤的特别好吃 很巨丝的那样的 就是羊肉串如果你烤的很干吧 他就不好吃 或者是一大堆调料撒在上面 对对对对 我是最讨厌吃这样的这个肉串 不论是猪肉串羊肉串 你吃的不是肉是那些调味品 对就是羊肉串一定要有调味品的 像辣椒粉啊自然啊这些 但是要恰恰好不能放多不能放少 对对对 这个是一定要恰恰好 他这个羊肉串你一吃他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一直愿意到这家来 因为他的品质一直比较稳定 而且你要化验他有没有加很多调料 一个最关键什么 就是你回家之后会不会喝很多水 对对对 就他们家呢你回家之后不会喝很多水 还有还有你知道吧 他这个羊肉串很多是现串的 所以烤起来这个味道就比较好 因为他刚才我去拍的时候他知道在现串吗 他有些那个羊肉串吧 他是冰冰箱里的冰冰冻火 那就不好吃 不好吃 因为他这边客流量特别大 你知道他基本上等于是24小时啊我看 对他是早上8点开好像开到半夜2点 厉害了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你看经常9点来他也很多人啊 对我朋友他们就是把这里当吃夜宵来呀 来吃夜宵的呀 来撸串的 就是来撸串 其实我对吃兰德亚面的就是吃吃面呢 或吃什么是一般 我就觉得这家最赞的就是这个撸串 而且有一种撸串的感觉 是的 因为我们以前在青岛的时候撸串也是 有的最晚的是两点钟出去撸的嘛 对吧 但是现在不能了 现在年纪大了啊 这个是真的有的时候吧 你看上去这几岁年纪你觉得没什么 但实际上很多生活习惯绝对对不能和以前一样了 没错没错 必须要更改 因为我们那是工作也工作到12点嘛 正好有点饿 这就撸个餐吃个野馄饨啊 啊对 所以有时候你在这里吃你能找到一种就过去的记忆 那种感觉 以前的生活那种叫什么讲 热情似火啊 你在这里更热情似火好吗 不仅是生活热情似火 天气也每天热情似火 这里是来伞 那里是激情啊 激情洋溢的夏日 下期见